您好 欢迎收看3月13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峰宇 新冠疫情流感化 随着疫苗的普及 重症死亡率的确减少许多 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新发表在权威医疗期刊《自科针》的研究报告就显示 全球人口平均寿命是70多年以来首度的出现了缩减 原因就在于COVID-19 导致了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在疫情的头两年就缩短了1.6年 这份报告的主要研究员表示 对于全球的成年人来说 COVID-19疫情造成的影响比起半世纪以来好比冲突 和各种的自然灾害都更加的深远 因为这些灾害都远不及这一场COVID-19 让人类更加措手不及 从2020到2021年 204个国家地区中有八成以上的人口 预期寿命统统都缩短了 代表新冠病毒具有毁灭性的潜在影响 其中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年龄层的疫情寿命下降的幅度最大 专家呼吁应该聚焦于解决各国在健康方面的巨大红抠 才得以应对下一场的疫情战役 癌症依然是我们最大的生命杀手 尤其肺癌已经挤下了大肠癌 成为国人十大癌症之首 还是三冠王 意思是他的病例数最多 新增的离病人数最多 死亡人数也最高 部分的患者这个肺癌的肿瘤细胞一旦转移到脑部 治疗上就必须要自费 动辄好几百万元 负担非常的庞大 而从3月起 健保署就正式把肺癌的双标靶药物 纳入了健保给付 每年将会有大约200名符合资格的肺癌患者 能够减轻医疗经济上的负担 抱着那种乐观进取的态度的话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病有什么 今年65岁的黄女士 2016年确诊肺腺癌第三期 又在2018年发现肿瘤转移脑部 造成脑水肿 经检查才发现是EGFR经营突变 透过抗血管新生标靶药物 进行新型双标靶药物治疗 EGFR有突变的病患 那个癌细胞它有个特性 促进血管增生的一些 细胞基础的分泌 导致这个癌细胞本身 它的血管增生是会相对比较快的 使用这个抑制血管增生的药品的时候 它会让这个局部 癌细胞组织的压力会减少 让这个标靶药比较容易进去 那增加标靶药的浓度 增加那个治疗效果 黄女士不放弃活下去的任何希望 但双标靶药物过去都采自费 对一般家庭而言很沉重 一次都要超过快五万块 那所以我到现在已经 打那个癌尸体已经打了六十次 所以都是自费 所以也是蛮大一笔支出 好消息是健保署3月1号开始 将肺癌双标靶药物纳入给付 目前开放无法做手术 脑转移 非磷状非小细胞肺癌 以及带有EGFR基因突变的病患 每次申请三周的疗程 预计每年超过两百位病友受惠 至少延长两年以上的寿命 大爱新闻周末罗李明华台北报道 健康话题相信很多人是咖啡不离手 每天得要喝一杯咖啡来提神醒脑 而各种风味咖啡在市面上推陈初心 也各有爱好 像是姜黄 肉桂 黑胡椒 这些辛香料对于人体各有益处 若是添加到咖啡里头 也能够达到相对抗氧化的效果吗 访问了花莲慈济医院的专家就提醒我们 肉桂 姜黄 肉豆蔻这些香料 的确都有抗氧化的功能 对于身体 抗发炎也具有一定效果 但是不太建议放到咖啡里头 反而会让您喝太多的咖啡 造成咖啡因的摄取过量 那么怎么摄取会比较好呢 听听专家怎么说 喝一杯咖啡体振精神 也有人撒一点肉桂粉 增添风味 很不错 会有香香的味道 国外有科学家提倡可以用香料乳咖啡 包括肉桂 姜黄 姜 肉豆蔻 黑胡椒 可以护脑补脑 这几种香料它的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抗氧化的功能 当我们体内的发炎反应一直居高不下的时候 就会引起很多的疾病 包括糖尿病 癌症 阿兹海默症 等等一些神经退化性疾病 专家肯定这些香料是健康且天然的抗发炎食物 但是跟吸收的剂量有关 加进咖啡里面去调味 你可能要喝很多杯的调味的咖啡 才能达到抗发炎的反应 所以反而是把它放到食物里面 入菜每一天吃是比较有用的 咖啡因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功能 但摄取过量可能会造成心悸或身体不适 再好的食物也不能过量 以免适得其反 好比一个不喝咖啡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说因为咖啡很好 所以我鼓励他喝咖啡 但是反而造成他睡不着 那这样子就是增加他的氧化压力 研究显示抗发炎因子要进入大脑 必须穿越血脑屏障 因此最好的方法还是均衡的饮食 保持肠道健康 大爱新闻 唐南军张略家刘洪志 花莲报道 继南韩之后 日本也出现了臭虫的扩散危机 东京 大阪 神奈川等地的电车座椅 饭店床部 到处都可见臭虫的踪迹 人人自围 日本也发现了这一波的臭虫 已经变成了超级臭虫 也就是对传统的除虫器产生了抗药性 只能够提醒大家 旅行在外用的行李箱 不要直接放在地板上 回家后也要审慎地检查 各个缝隙是否夹带有臭虫带回家 另外邮寄的包裹的外包装 也要尽快地扔掉 而穿在身上的衣服 还有床单 被单等 也能用比较高温 像是50度的清水去清洗 就能够有效地除去臭虫 日本一队夫妇分享乘坐电车后 住宅遭到臭虫入侵 床单上出现臭虫 引发广大讨论 臭虫可能早就席卷日本各地 南韩首尔也大警戒 电车人员在车厢仔细除虫 因为越来越多人在社区媒体 反映臭虫肆虐电车 表示座椅上和地上都可以看到 臭虫爬来爬去 臭虫恐慌从东京 扩散到大阪 神奈川 清洁业者表示 臭虫已经变异成超级臭虫 对所有市售除虫剂免疫 在进口商品货物 发现的臭虫也除不了 建议收到海外包裹时 现在门外开封并丢弃纸箱 检查后再将东西拿进屋内 日本JR东日本表示 一旦发现害虫将立刻采取行动 同时要求清洁作业 务必小心谨慎 专家指出 疫情解封后 大量外国游客增加 引进超级臭虫的机会 警告5月 日本可能会爆发臭虫潮 提醒民众必须保持警惕 大安新闻综合编译 路边的猫咪别乱摸 说的是日本 是因为现在日本的 广岛县福山市 发生了这么一起离奇的事件 也就是有流浪猫 它掉入了有毒化学物的事件 它是不小心掉进了 一间工厂里的储存液体槽 脱逃后身上沾满了 这种有毒的液体 叫做六甲个 这是一种强酸腐蚀物 不小心触摸到 会诱发人体的皮肤炎 揉眼睛还可能会导致失明 监视器的画面拍到了 这只小猫咪往工厂外的方向来移动 事后工作人员 在含有六甲个的液体槽附近 就发现了猫咪的脚径 由于这种六甲个液体 它是呈现红褐色 而且是有毒的化学物质 接触到会导致皮肤发炎 或是呼吸道的话 呼吸也会有急促的状况 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导致失明 现在福山市政府提醒民众 猫咪可能已经死亡了 不过一旦有发现 外观也是异常的猫 千万不要用手来触碰 应该要尽速地通报当地的警方 过去我们看的科幻电影 如今都可能会一一成真了 好比像是全球最大电商 GammaSIM集团 他们正式雇用了75万名的机器人 主要负责的是物流仓储里头 商品搬运 他们的确都长得很像人 身高175公分 腿部强而有力 能够迅速地蹲下 抬起16公斤重的包裹 还能够上下楼梯 甚至走在不平稳的道路上 电影中描述未来世界 大量使用机器人的场景 即将成真 无论是走动搬运货物 还是蹲下后站起来 这款机器人的行动 看起来相当灵巧 就像是人类一样 全球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公司 雇用70万台迪杰特Digit 人型机器人 加入仓库的工作行列 不费力就能举起16公斤包裹 不过这并不是迪杰特 第一次被聘雇 早在五年前就曾从事包裹递送 彭博社指出雇佣迪杰特的成本 未来会随着机器人量产 变得更便宜 不包含软体管理费用 每小时只要约台币63到95块 员工工作量减轻之余 也不用担心因此失业 因为亚马逊强调 迪杰特只是辅助 不会抢走员工饭碗 大新闻综合编译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关注到 阿根廷不只深陷 经济泥沼也深受暴雨酿灾 首都布宜诺斯爱丽丝 现在烟成了一片 有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还赶紧下车帮忙来推泡水车辆 休息一下三分钟过后 再回到新闻现场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阿嬷 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来 负责维持桃园靖寺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要何时候走进来 都感觉到舒服 干净 做福田比较有功德一下 阿菲向家里的人健康 平安 小孩大小 大家平安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开始照顾 大家 阿嬷做完福田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障 环保障以前在靖寺堂的户外停车场 几年前惊人抗议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虽然这让环保志工出入变得很辛苦 但为了地球这个家 他们不辞劳鼓为大家祭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嬷 王王宝珠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如果有机会重启人生 您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张冠中先生 他去年5月的某一天凌晨 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赶紧到台中慈激医院挂急诊 诊断出了主动脉剥离 也就是随时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医护团队赶紧为他连夜动手术 挽回了一命 也让他更珍惜重生后的每一天 本来就是在慈愿里头担纲医疗志工 现在付出的脚步更勤更精进了 2012年接触到慈激 然后从慈激苏州那边 开始做社区志工 然后13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开始接触慈激 去年的时候刚好是接干事 医疗干事 担任医疗志工协助抢救病患 但张冠中没料到一场重症 突然走上身 我当时是在这个八号床进急诊室 去年五月他身体不适 被送到台中慈苑 诊断发现竟然是致死率相当高的 主动脉剥离 主动脉剥离它发生的时候 常常都是在血压突然变化的时候 尤其是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的时候 主动脉剥离 导致这些脏气缺血的话 会造成他予有生命的危险 主动脉剥离 五十分以上的几率会死掉 主任就是被通知连夜赶过来这样子 我很感恩主任在第一个时间 把我抢救回来 医疗团队的照顾下就健康了 那经过他自己的努力 但是这段期间我看到他是非常认真的 他感受到命真的在灿烂之间 出院不久他又走进医院 不过此刻身份不是病患而是志工 生死是一瞬间的 我们能做我就尽量出来做 所以要很感谢我们有身体可以这样付出 重生后的人生分分秒秒都是美丽光景 大爱新闻 常年守护后山民众的健康御礼 慈激医院成立已经要即将介入 迎接二十五周年了 也在之前举办了慕心慕爱市集 与社区的民众结好员 所得也会用于造福偏乡的弱势 美丽大方的手提包只卖你两百元 玉里慈激医院二十五周年怨庆 举办慕心慕爱市集 让二手良品有了好的归宿 被同仁昵称为阿布的刘静瑜 是遇词的元老及员工 回想创院初期人力缺乏 各项闲政厌恶什么都要会 这份工作让他扛起夹急重担 没有后顾之忧 真的很感谢上人 就是这边设立一个医院 什么科系都有 不用大老远的去到花莲 车程要两个小时 而且这二十年 也让我养活了我的 养活我的三个小孩 养个一百 养个一百 对 有拉链哦 又有防水面哦 超级推销员还有这一位 拎着包包 世戴发夹 穿梭在大厅还有后诊区 充当行动展示架 早上好哦 我们楼下有义卖活动 爱新的义卖活动 现在我手上的这个袋子啊 任选两个一百块 有没有人喜欢 天乡医疗稳赔不赚 玉里慈激医院守护花东重骨 尊重生命是坚持至今 唯一的理由 有你们哦 哎呀 照顾地方啊 让地方哦 可那个可怜的人有地方去 服务很好啊 对啊 很满意啊 对啊 余生也都很亲切 这一堂环保实作体验课是在高雄的慈激禁思堂融合了轻盈世代 由阿公阿嬷级的环保志工带着高中生投入 大家都很发心弯腰做环保 干净整齐的慈激环保教育站 及白发苍苍的环保志工 都让学生很有体会 很多人都会觉得回收场会很脏之类的 但其实这边还好 这边都会有人在整理 也不会有什么苍苍水水的东西在地板上 看到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 他们都在这边做了好几个小事 然后每天都来 那我们应该也要从我们自身去做好一些分类 他们会发现这个环保回收站 都是很多的志工奶奶 志工爷爷 阿公阿嬷 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有感动到的 这两种人怎么不一样 亲自动手做分类 学生才知道回收学问这么多 没有想到塑胶类还要分那么多 然后录影带还要结构还要分得更新一点 在学校可能就是便当盒跟什么纸板纸箱就丢一起 可是在这边要分开来 就是里面有不一样的材质 三名高中学生也在低碳生活馆 志工讲解下受到震撼 原来日常生活无不损耗地球资源 学生愿意担任环保大使 努力减缓对环境的伤害 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 陈永昕 许秀凤 吴明璋 高雄报导 慈测在马来西亚的教育深根也以线上客服的方式 辅导亲平家庭的孩子们不只帮助平童追上落后的课业 也从中找回学习乐趣 这群客服老师有别于往日 今天乖乖当体学生 这是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分会 爱办学客服老师的培训季联谊活动 施达老师过去二十多年曾是大学讲师 现在负责教授小学客服班英文 爱办学科服计划采用线上模式 让来自清寒家庭的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 培养自主学习的动力 远在中国进修发展以教育心理学的叶老师 也能投入在客服计划中 参与爱办学客服计划的老师 有部分人士并非教育工作者 但他们绝对是充满爱心的哥哥姐姐或叔叔阿姨 团队邀请到大学助理教授周博士 和基达周培英华小校长 来传授网络教学的秘诀 爱办学计划的幕后团队 编织成一张牢固的教育网 让弱势的孩子依靠 他们有同等的机会攀爬人生的山峰 看见美丽的风景 大约新闻 资产美之工林文汇 谢爱芬马亿夏报道 非洲国家马来威是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当地的幼童也饱受 瘧疾所苦 最新传出的好消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了 瘧疾疫苗的广泛接种 使得马来威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联合国最新的报告显示 2022年全球五岁之前 死亡的儿童人数创下了历史新低 死亡数首次低于了500万人 其中马拉威 卢安达和蒙古等 发展中国家的进展幅度最大 是2000年以来 儿童死亡率下降了 七成五以上 世外组织秘书长 谭德赛也表示 孩子的出生地 不应该决定他们的生死 阿根廷暴雨成灾 您看到的是首都布以诺斯 爱丽丝市区烟成了汪洋一片 极端气候也让原本经济 一蹶不振的阿根廷 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总统此时此刻还爆出了 替自己加薪快要五成 大雨沉灾 烟遍阿根廷首都布以诺斯 爱丽丝 民众涉水而行 加油站也烟成一片 闯关失败的汽车熄火 失去动力 采访中的记者赶紧救援 协助驾驶脱困 带着家当撤往高处避难 有民众干脆亲自动手 疏通被杂物堵住的排水孔 希望多少能降低积水高度 妇女愤怒抗议 阿根廷总统米雷一上任后 除了经济成呃 还面临钳制女权和新闻自由等争议 极右派的她 关闭了意识形态 与自己相左的国营电视台 甚至还宣布替自己加薪48%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全傻眼 竞选时信誓旦旦 要改善人民生计的政见 上任后政策却是一改再改 导致民众失去耐心 自肥行径连原本的支持者 也看不下去 只能视为抗议 要求总统米雷一 尽速兑现经济改革 来新闻 武贵真编译 接着关心全台各地 下午过后的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今天晴 十多云降雨几率10% 温度介于12到20度 中部云林家月以晴十多云 温度14到21度之间 南部晴十多云 气温上看21到23度 东部地区英十多云 温度14到19度 离岛降雨几率10% 温度介于10到18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大爱剧 你的眼 我的手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